聖誕節臨近洛杉磯鑽石獅子會會長金民財帶領師兄師姐出錢又出力 前往核桃市聯合學區 向貧困學生獻愛心 受到學區的熱烈歡迎與讚譽 11月29日 洛杉磯鑽石獅子會會長金民財 民運會長蘇王秀蘭 前任會長邱靈兒 第二副會長梁敏芬 機察長劉德軍 活動總召集人塞爪廖 副召集人大軍 新會員黃安琪等 帶著拼圖 聖誕禮品袋 抽紙 詩巾等600多份物資 來到學區慰問核桃學區旗下15所學校的貧困學生 核桃市聯合學區負責人 教師代表 對洛杉磯鑽石獅子會所做的慈善捐贈 表示衷心感謝 並希望與鑽石獅子會 攜手打造和諧社區 為社區做出新奉獻 活動我們的發起人是我們鑽石獅子會的名譽會長 Mary Sue的引導之下 我們做了這個動作 希望讓我們溫馨的物資帶給大家 讓他們過一個好的聖誕節 祝他們聖誕快樂 也祝願我們鑽石獅子的愛心 奉獻給他們 以後有機會 我們繼續一如既往的支持 這是貧困學生 我們就希望說借用我們鑽石獅子會的力量 可以幫助到這些貧困學生 讓大家過個好好的 好快樂的那個節日 這是我們鑽石獅子會最大的心意 希望有帶給社會人士 也同樣跟我們有這個愛心 做這麼多的慈善活動 我們鑽石獅子會的全體師友 祝核桃學區的小朋友 聖誕節快樂 新年快樂 祝福 感恩 鑽石獅子會帶領了這麼多會長 帶領他們的團員 能雪中送炭 因為今年經濟非常的不好 很多家都沒有辦法 連買紙巾都買不起 那就是因為你們這一雙溫暖的手 讓這些孩子們能夠過一個非常溫暖的冬天 所以非常感謝 感謝我們鑽石獅子會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